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院長對今天和解飯有期待嗎? 院長加油! 院長會寫正院法去正面回去 院長院長 院長會把預算在院長要求 要求毒的預算編回去 院長很快 院長很快 院長會點最貴的嗎? 院長會î點最貴的嗎? 院長會把預算在院長 要求寫預算編回去? 院長會把預算在院長要求的預算編回去嗎? 院長很快 副院长会请政院把预算编回去吗 现在立法院韩国瑜呢 在今天在11号也会呢 邀请了朝野党团干部跟行政长 章泰三掌吃和解饭 地点在哪里呢 就在今天中午 那么会在立院旁边的点水楼餐厅 宴请的名单也曝光了 马上要登场这个和解饭呢 现在这个米其林餐厅 那是谁要来付钱 谁来买单呢 半个月前 中华院长长韩国瑜表示要聚一下 韩国瑜说当然好 就问这个中华说 是你请还是我请 他说一起请 他说那你付钱还是我付钱呢 中华说我付钱 好 韩国瑜说那你付钱的话 那我们就吃好一点 所以今天看起来 大家应该可以吃得蛮开心的 这个丰盛的菜色 那至于在今天的部分呢 哪些人呢 包含了是刑长中泰 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三党的党团三党都会出席 好 包含了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民党的部分 有中泰 还有呢 周立军以及郭明星 那么立法院长 在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韩国瑜 还有周万来 好 在这边党团总召 傅宽奇书记长林思敏 首席副书记长王宏威 民党部分党团总召 柯建民 跟长吴思瑶 以及书记长蔡逸渝 好 在这个部分 在今天中午 好 就要来吃上这顿和解饭 要来谈一谈 总预算卡关的问题 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商总理事长许书博就说了 内阁的部分 应该要先安内在阳外 放下身段跟在阳妥协 来求共事 虽然觉得没有面子 但是达成共事之后 就能够让政策顺利执行 最后得到民心 好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能够有快一点 有多一点的进展吗 那么就在今天中午 好 和解饭 大家都有不当的联想 那么政院立院 本来就有两线互动 除了行政立法制建工坊 也可以联手开创好的事情 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联合 请各党团参序 每次开会前都应该这样做 同时韩国语说了 期待能够透过国会改革法案的推动 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 唯有一个不造假 不隐瞒 才能够实现民有 民享民智的民主政治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昨天的一个国庆演说 大家也非常关注 赞清德他首次 他日内首次的国庆演说 也是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么讲到团结 台湾共援梦想 这样的一个主题 他就讲到明年度的中央预算 这个总预算卡关 好 民主国家的政党 对内竞争 对外团结 无论主张什么立场 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政党利益的 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人民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 在大家来对照一下 现在看到在这个民众党部分 立委吴称臣也说 国庆致辞 赞清德他的演说是 团结台湾共援梦想 不要在内部找敌人 朝野一定会更团结 那么国民党立委 赖世宝就说了 呼吁赖总统说出跨党派合作 由我开始跟在党当面 能够来沟通 好 那同时呢 国民党立委杨清德也说 赖清德说 政党的利益 永远不能够凌驾于人民的利益 但是要来看一下 对于赖清德 领军的政府 还有赖总统担任 民政党主席的一个执政党 却没有好好的实现这句话 所以现在在这个部分 好 说了这样的话 对于在今天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呢 府方就说了 希望有善意的进展 总统角色不会做愿介调解 总统会释放执政党成立 这次的国庆致辞 出发点也是如此 因此 绿委在这几周 也极力地表达这些善意 不过看到联合报的一个评论 认为说赖清德在国庆的演说 向在野党递出了橄榄枝 但是政党利益永远不能离架 人民的利益 这个话讲给谁听呢 特别好像是讲给在野党听的意味 这个赖势作风 过去记录不佳 诉诸团结 还是党同法语 后续能不能够营造 朝委和谐的氛围呢 还得观其行 所以就在今天中午 包含了中泰院长 以及韩国医院长 以及三党党团三长 都会出席来吃这顿和解饭 今天中午 韩院长跟我 跟三个党团的三长 都已经安排好时间 我们会很轻松愉快的 来谈一谈过去这段时间 在国会里面 在整个国家人民 所最关切的事情 而且我们会很严肃的 去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 甚至国人期待 我们要去解决的 在国会里面的任何的 现在还没有办法 进展的事项 我期待中午 会是一个很轻松 但是会有愿景的一场阐序 反对党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该编的如果你不编 那你最起码要讲清楚 那如果你也不编 也不讲清楚 我想今天的仓会 就会流以形式 那我们还是蛮期待的 行政院应该要抛出善意 如何解决 因为我们要的是在华礼之间 并非行政跟立华 有所冲突的坚持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行政院要抛出善意 如何解决 这个解零还是细琳人 好 这一场超级的和解犯 今天就已经要登场了 但是国民党立位 卢强认为是作用者的行政部门 应该要先抛出和解的 三大橄榄枝 首先赖总统说 人民想当家做主 愿望实现了 但是人民反废死 要挺何能愿望实现了吗 其次针对赖总统 表示愿意携手前进 但是立院邀请赖清德 到国会来进行国情报告 赖清德来了吗 最后呢 对于赖总统感谢韩国 跟主公太开启筹议合作 罗志强在质疑说 韩院长当面呼吁赖清德 尊重国会改革法案 赖清德听了吗 同时表示化解政治对立 主动权都在赖清德总统的手上 而现在为了要来化解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在立院卡关的窘境 所以呢 中午就即将要登场和解犯 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展 国民党立位红威就表示了 吃饭不需要剑马奴章 但是该讲的话 还是会有该坚持的原则 非常坚定 而且明确的要来转达给行政院 我想吃饭嘛 就不需要剑拔奴章 然后影响胃口 对身体也不好 但是呢 我们该讲的话 该坚持的原则 我们一定会非常坚定 而且明确的转达给行政院 因为我们提到 为什么退回总预算 包含我们的这个 原民禁法的补偿 这是法定预算 以及农民的这个工粮收购 还有医护人员的健保点值 这都是我们很多的委员 包含我们五党籍的高精委员 也都非常关切的 那我们去吃饭 事实上是代表党团吃饭 所以呢 我们不可能在那边只吃饭 只哈拉几句而已 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要求 跟委员的要求 非常明确的告知行政院 要求他们能够改进改善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嗯 暗示 郡家 小写 超级 exhale 郡家 专属